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却没想到不幸遭到劫匪的枪杀 平凡的一天酿成了天人永格的惨剧 这起惨案发生在美国西雅图南郊的 图克维拉市一间Costco的停车厂 67岁的中国老人黄明媛跟随妹妹 在超市购物后返回车内 不幸遭到两名劫匪抢劫未遂后残忍的枪杀 如今这两名男子被指控一级谋杀罪 今年1月26日上午10点41分左右 从中国来美探亲的黄明媛和妹妹 一起来到Costco 采购完杂货后两人照常来到停车厂 准备将东西放在车上 令人没有想到的是 就在这时悲剧发生了 18岁的嫌疑人伊丽丝·莫罕默德·阿普迪 和19岁的塞尔曼·哈吉 开着一辆从路上抢劫的白色保时捷SUV 来到这家Costco 并在停车厂来回游荡 寻找下一个打劫的目标 在这里两人盯上了正在网车上 装运杂货的黄明媛姐妹 黄明媛的妹妹刚准备坐进驾驶座 哈吉手里拿着一把手枪冲过来 试图抢走她的钱包 起初 黄明媛的妹妹奋力反击 试图防止钱包被抢走 两人缠斗了一阵后 她不慎受了伤 这时 黄明媛从副驾驶的位置探出身子 想要帮忙 没想到却激怒了劫匪 哈吉直接开枪 导致其胸部中枪 目击者称 自己听到一声巨响 随机一颗子弹击中了黄明媛的胸部 两名嫌犯健壮赶紧跳上车逃离现场 但黄明媛却倒在了血泊中 现场人们立即打了电话报警 据警方称 警员在现场尝试对黄明媛采取急救措施 但由于伤势太过严重 她最终不治身亡 在枪击事件发生后的几个小时里 很多顾客还照常在Costco里面购物 里面的人们还不知道 外面竟发生了如此恶劣的暴力事件 下午1点左右 这间Costco对顾客提前关门了 根据警方透露 这两名嫌犯先是在路上 抢劫了一名妇女的白色宝石捷 然后前往Costco试图再次实施抢劫 现在其中一名嫌犯被控一级谋杀 一级抢劫 抢劫未遂和非法持有枪支等罪名 另一名嫌犯已经逃出美国 其中18岁的阿普迪 目前已被警方拘留 关押在监狱 指控文件称 一个月后 他在肯特郡又卷入了另一起致命事件 在追击一辆汽车时 有人从他的车内开枪 导致一名乘客死亡 在此次案件中 67岁的黄明元成了无辜的受害者 而凶手之一却逍遥法外 实在令人愤懑 希望凶手能够早日受到应有的惩罚 特鲁多禁止接受加拿大环球邮报采访时表示 联邦政府的目标是让加拿大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同时保持现有房主的房产价值 削减住房成本的同时 确保房主的房价保持高位 可能会被视为矛盾 但特鲁多坚称房主不会吃亏 加拿大许多居民已经无法负担住房市场的价格 全国平均房价超过73.5万加元 温哥华和多伦多更是超过100万 租金成本也在不断攀升 这加剧了年轻选民的沮丧情绪 而特鲁多政府正试图安抚这种情绪 然而房价大幅上涨 导致房主和租房者之间的贫富差距扩大 租房者没有同等的机会积累房屋净值 特鲁多承认了这种差距 并表示就退休金而言 租房者与房主之间的差距是巨大的 而且这不一定总是公平的 他说道 尽管各级政府一直在推动开发商加快住房建设 但新房建设速度有所放缓 部分原因是借贷成本高昂 而且新公寓和房屋的建造需要数年的时间 对于特鲁多既想让年轻人买得起房子 也不想房价跌 一些专家认为这可能并不容易做到 多伦多房地产经纪人约翰·帕萨利斯 今天接受环球新闻采访时说 特鲁多的说法非常有问题 他补充道 很明显 联邦政府的立场是 住房是一项需要保护的投资 这显然是加拿大的首要任务 当住房被视为资产时 你不可能真正负担得起 它不仅是一种增加财富的资产 而且是一种需要政府积极保护的财产 帕萨利斯表示 在房价不下跌的情况下 实现住房可负担的想法 在理论上是可能的 但需要很长时间才能实现 Bmo Capital Markets高级经济学家 罗伯特·卡夫切奇表示 有三种方法可以让房地产市场更加便宜 第一是房价下跌 第二是降低利率 第三种方法是收入增长 收入正在增长 但不幸的是 要赶上房价每年增长 20%或30%的时期 需要时间 但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种情况会逐渐发生 卡夫切奇表示 随着政府推动进一步的住房密度化 单户独立住宅的价值可能会上涨 他说 随着越来越多有一两个或三个孩子的迁徙一代 寻找单户型住宅 尽管整体住房存量增加 但这些房子的价格可能会继续上涨 卡夫切奇最后说 在加拿大大城市拥有单户独立住宅的那群人 最后将要积累巨额财富 近日 移民难民和公民事务部长马克米勒 周一回答印度裔加拿大议员 阿尔潘卡纳提问时表示 我从未说过临时居民需要此类证明 米勒还表示 政府会对申请在加拿大的犯罪记录进行核实 他解释说 核实的手段是生物识别技术 基本上就是指纹 这些指纹会通过移民部的合作伙伴 以及警方数据库进行核实 至于原籍国的无犯罪记录证明 米勒表示 我们通常不会要求临时居民 出示原籍国的警方证明 他随后补充道 如果审查官决定进行更高级别的安全检查 那么可能需要申请人提供更多的身份证件 米勒也否认了此类检查的有效性 他说 你可以想象这些证书有多么不可靠 加拿大政府在接受 临时居民的安全检查方面很严格 特别是在有消息称 在因杀害哈迪普辛格尼加尔而被捕的四人中 至少有两人就以国际留学生的身份来到加拿大之后 去年6月18日 尼加尔在BC省被杀害 四名印度人因涉嫌参与谋杀而被逮捕并受到指控 其中两人 卡兰布拉尔和卡拉姆迪普辛格 被证实以留学生的身份抵达加拿大 而第三人阿曼迪普辛格据说也曾在加拿大学习 本月早些时候印度外交部长苏甲尚卡尔曾表示 一些与印度有组织犯罪有联系的人已经申请到加拿大的临时居民身份 他补充说 我们一直在告诉加拿大 看这些都是印度通缉的罪犯 你们已经给他们发放了签证 但加拿大政府什么也没有做 然而 米勒在5月6日驳斥了苏甲尚卡尔的声明 他说 我们并没有懈怠印度外交部长有权表达自己的看法 我会让他说出自己的想法 但是他说的不准确 他还表示 筛选学生签证申请人的流程非常复杂 他说 需要严格地检查他们 如果他们有犯罪记录就不能入境 上个月温哥华居民西蒙·威尔逊惊讶地收到了 温哥华市府的信件 要求他接受空置房屋税的审计 这是西蒙·威尔逊在一年内收到的第三次空置房屋审计 根据省报的报道 西蒙·威尔逊拥有两套小型公寓 一套位于用街 作为自住 一套位于门街 出租给租户 威尔逊是一名木匠 于2015年购买了门街房产住在里面 并于21年在用街购买了第二套公寓后住在那里 他在2021年下半年完全搬进了用街的房子 一个月后他把曼街的房子出租了 2023年4月 他收到了用街公寓的第一份审计函 要求证明该房产于2021年被占用 2023年10月 他收到了曼街公寓的第二份审计函 要求证明该房产于2021年被占用 他对于必须重复同一个故事感到难以置信 他称 他告诉市政府工作人员刚刚完成了2021年的用街公寓的审计 我已经证明我住在两者之间 但工作人员表示必须进行单独的审计 最初他没搞清楚对曼街的第二次审计涉及提交 从2021年起一套保险政府或税务文件 相反他继续和一名市政官员进行审查 提交亚马逊订单和食品配送的收据 以及屏幕截图和其他证据 他称他为那栋大楼建立了一个Facebook的群组 在那里讨论有可用的储物柜吗 还是停车费 有人在大厅看到我的包裹吗 因为如果你这么说话 你显然就住在这栋大楼里 此后他收到了一封信 称他证明该房产已被占用 20500元的罚款已被清除 当他和2021年的空置房屋罚款抗争一个月后 刚松口气 他又收到了对同一处闷接房产进行的另一次审计通知 审计时间为下一年及2022年 威尔逊说这是不合理的 他对这两处房产都有抵押贷款 他称他的工作不足以成为房屋投机者 附到把两套公寓空置 根据市府的要求 所有温哥华房主都必须在2月份就住宅房产的状况 以及是否空置做出声明 市政府进行随机和寄予风险的审计 以帮助验证这些年度税收申报 该税收是为了帮助将空置或被充分利用的房产 返回长期租赁市场而引入的 20年温哥华市政府进行了11890次审计 其中576次及4.8%不合规 2021年进行了10828次审核 发现了367次或3.6%不合规 好了以上是本期港湾播报的全部内容 感谢大家的收看 我是Cherry 希望大家能够多多为我们的视频留言点赞 那让我们下期节目再会